看就是看,聽就是聽,保持,保持當下那一念就好了 不管好聽,壞聽,好看,不好看,好思,不好思 用單純的心去過生活,去修行 你的日子會越來越好,你的身心也會越來越好 你的道樂也會越來越成就 你的道樂不成就是因為你想太多了 我想太多了,我一定要學什麼,我一定要認識什麼 法學很多,但是沒有通達,那個都叫妄想 佛法以人為根本,人以心為根本,心以覺悟為根本 佛心云,知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 開悟了,山禍漏盡了,即見自信佛 十方新聞記者,賴慶容台北採訪報導 紅石智慧慈慧援,長期以來照顧身心障礙者 紅石智慧援,創立三十零年,照顧身心障礙者 不予無力 我們紅石智慧的慈慧援,設立在民國七十四年 所以到現在為止已經三十二年了 七十四三十二年了 那麼這三十幾年的時間呢 一直都是照顧身心障礙者 以照顧身心障礙者為主 那目前呢一共有八十名 那其實我們高雄市紅石智慧 最早在民國五十年的時候 就在古山區設了育幼院 那那個地方不是很大 所以呢 那招收的裡面有很多的身心障礙者 所以呢 董事會就 董事宣贈的這一塊地啊 半買半送的送給我們 那設立慈慧援,將 又跟葬,身心障礙的做一個區隔 那這邊就是以身心障礙的為主 那目前這八十名呢 就是以慈慧援為家 因為他們都是沒有家庭功能的身心障礙者 像過去我們榮民大概都 娶智障的老婆 很多都娶智障老婆 生智障的小孩 那麼榮民現在大概都已經過往 或者是身體也很弱了 本身都很弱了 那就幾乎不能照顧他的妻小 所以這樣的一個 母子黨,母女黨 就住在我們慈慧援裡面 讓我們來照顧他們 或者是家裡 有身心障礙的 那 父母沒有照顧的能力 或者是 沒有父母了 那麼 那其他的兄長啊 必須要出去負擔家計 那這樣 身心障礙者在家裡 其實也是非常危險的 也很容易遭到 信心啊 或者是 因為他沒有危機 他也不知道什麼是危險 所以有時候會玩火 或怎麼樣 都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這樣的一些對象呢 我們就 欸 堅負起照顧的責任 許芳欣王黃慧如 鄧正濠高雄採訪報導 共修的力量 集合的是 共修者 共同的心力 共修的功德 就在於 同心協力 當大家的心方向是一致的 才能成為共鳴 這種共鳴的聲音 雖然聽不到 但卻有其 無形的力量相互支援者 比如說我們參加這個 法會禪妻啦 或是佛妻啦 所謂克其其正 就是平常你 下功夫的這個基礎 在了這個 共修的時候 你才用得上 你平常如果沒有下功夫 那到了 要參加共修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基礎 你不容易從零開始嘛 所以我們 要共修 當然有共修的功德力啊 共修呢 就是這個道場 有法會 都有這個 護法的志工 他們幫我們 打掃環境 幫我們準備換菜 幫我們這個 準備場地 那還有法師 有善知識 給我們講道理 帶我們共修 當然力量比較大啦 因為我們 自己一個人 在家裡面盲修 瞎認 也比較容易 晃逸懈怠啦 所以 我們 要 也要有 平常的 個人修行的這個基礎 然後到了 參加逛修的時候 增長我們的這些 這個 修行的經驗 大家互相分享 互相提升 所以這個 我們 在 經典裡面講 我們要 欠盡行者啊 要 要發菩提心啊 要 修行六度萬行啊 要讀誦大成經典啊 很多道理呢 就是平常要下公路的 然後我們 在 有遇到善知識的時候 他就可以 指點我們的迷津 把我們平常不懂的這些問題呢 就可以化解了 啊 就可以讓我們 啊 厚然開朗啊 所以講 已經 一錫話啦 啊 聖讀十年書啦 古人就是這樣講 所以我們 能夠參加共修 有善知識一句話 可能我們 二十年三十年的迷後呢 很快就會化解了 所以我們進步就會更快 所以我們參加共修 也有共修的功德 在這邊呢 跟大家 分享 就是大家呢 也一起 能夠把握機會 都親近善知識 我們修行的過程 如果是一個人的修行 力量再強 也不過是你一個人 就像一盞燈 再亮 也只是一盞燈 又是兩盞 三盞 放在一起 情況就會不一樣了 燈的燭光越多 就會越亮 十二千萬 我們在陳一丈高雄 陳羅寶 其實 而重新所謂 帶您來欣賞 杜忠告 悠柔自在的書意 台灣當時 書意大家 杜忠告 存任教育國立台灣 示範大學 國文系 及美術系 現為民道大學 中文系 講座教授 杜忠告 書法 博射傳統 各式體具 在《立草》 《草》《行》《凱》 《均》 《均》《有深入研究》 《柔令讀書一格》的 《自我書封》 《普受國內外書坦》 《主夢》 《靜年》更是在扎實的傳統基礎上 大步九項書意探索的創新之路 為漢字書法的未來性 提供值得探究的重要嘗試 一身晴於筆根的《杜忠告》 無論在尊嚴國學的硬筆 亦或是在實踐書學的毛筆 都戰戰兢兢自自不倦 在國學上 他臨戀生命哲學 於書學上 他幻化書意美學 展覽的核心理念 秉承在反本與開心的態度上 反本指的是真愛 繼承古典傳統 而開心 意味著突破傳統 兼容當代的新表現 傳統講究用筆 墨韵 行器 乃至書寫內容 裝表形式 都歷經千錘百鏈 反映歷代傳承的審美趣味 和價值取向 開心 展現杜忠告 在現今他文化的刺激下 所做出的當代書法 新功貌的探索與實驗 十方新聞記者 賴伊隆台北採訪報導 懂得看重 並愛惜自己的生命 才不會做傻事 眾生要看重自己 愛惜生命 才不會做傻事 也才能遠離生活的痛苦 自殺 因為自殺來講 就是他本身 就是 當然他有 過去生過去世 也有 也許有種子存在著 但我們會說不好 不過他 他當下呢 他不會認為這些 他已經苦到幾點了 他的思緒被蒙昧了 他一時的那種念頭 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覺得說 自殺 了 了一切 他沒想到說 你自殺呢 你還是要用 要去承受那種果報的 人 應該在自殺的那刹那當中 他決定的時候 是很 覺得說OK 不過在那 當那在承受的時候 一定苦的 他會後悔 不過往往呢 人就是這樣子 當然 這是有因果 因果關係的 好 也許是過去生 過去世 他 有這些的 種子存在著 那他今天 遠近過來了 那舉到了 就 他就走 走出條路了 好 而是他平常 沒有一個善知識 在旁邊因應給他 入文法師開示 有善知識的引導 人才不會走向絕路 竟有做傻事 十方新王 黃慧如鄧正普 高雄采訪報導 難得放下我職 人生才會 沒有煩惱 憂鬱症的人 若能學否 能夠讓善知識 代理 並有同山道友 在旁陪伴 可以減少憂鬱症的發生 如果他今天有 學否 那旁邊有一些人的善知識 或同山道友 那也許 就可以改變他 他能夠 會 講起來是 本來是 重業 要重報的 他有學佛 他要去看待自己 他要去修行 他要去做善事 好 他會重業 會清報 那清業呢 會微報 當然 不是不報 是實際未報的事情 而是說 人就是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是自己造作的 那這些原理呢 這些原理呢 這是因為他的 過去生過去世 今生今世 他中了一些不好的因 所以說 人要能夠翻身 能夠翻轉著他的人生 他必須要有一個 有善緣 那那善緣也要他有 能夠想要走出去啊 像憂鬱症的人啊 他最怕就是旁邊 沒有一個 陪伴他的人 他一直都沒有腳尖 他如果旁邊有一些 善知識 能夠陪伴著他 告訴他這種因果關係 因果法則 好 然後呢 能夠去抒發他的情緒 也許他就 會慢慢的 會走出 會遠離這個 憂鬱 放下裸職 人生才能沒有煩惱 才能快樂過活 遠離憂鬱 十方新王 黃慧如鄧正濠 高雄採訪報導 後來研討會 讓大眾也能夠了解 傳統的道文化 道文化一脈相傳 我們所崇敬的祖先 神明從盤古至今 都離不開 立德立功立言 這三不朽的良善道德行為 這也才能讓中華文化 源源不絕 那其實我們籌備 海峽兩岸的道文化 其實已經延續了好幾年 那今年其實我們賺起來 已經也辦了第六年 第六年齁 那在這個裡邊 大概都是跟高雄道德院一起合作 那因為道文化 一般人對它 比較沒有那樣的認識 因為道其實是 中國傳統的一種 民族所寄有的一種特色 那在整個中國的文化裡 道文化其實是最特別的 當然道教是我們的民主宗教 但是整個道文化其實是在我們生命裡邊所涵蓋著 因此我覺得在這方面應該要來多一種推展 那我們經學研究所 雖然重視的是傳統的詩書五經 以及呢 傳統的儒家學問 但是儒是道 其實從宋元明以後 其實是融為一體的 那不但呢 要有儒家的這種涵養 那要有呢 道家的這種修飾功夫 那也要有 活家的他們內在的涵存 所以因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我們呢 就每一年都有辦 所謂的道文化的學術研討會 那承蒙很多 海外的很多的好朋友 包括中國大陸 日本 香港 澳門 甚至於馬來西亞 那甚至於更嚴的德國的朋友 美國的朋友 也都來參加過 那最主要呢 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因為道文化呢 是我們生活落實 最重要的一切 那在這個裡邊呢 當然很多人 一直沒有把道文化 做一個很深入的了解 那只是認為 它只是一種 符咒啦 或者是 咒語啦 甚至於是說 它只是一種 給我們消災解而的工作而已 其實不難 其實是我們要 養生長生最好的方法 全世界的宗教都很好 但是所追求的呢 都只是在天國 或者是極樂世界 或者是其他任何一個理想國 但是 道文化不是 是傳統中國人的思維 因為它所想的是要什麼 要養生 要藏生 要使文化的命脈能夠流傳 所以這是中國是最特別的地方 這三不朽的良善道德行為 也才能讓中華文化 源源不絕 因此 道文化正是凝聚中華文化 在漫長的文明發展過程中 對自然 人生 與社會規律 探索的經驗 成果 時報信用文化 成立上高雄採摩島 接下來 帶你們認識 道教的養生功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與高雄報告院 聯合主辦 海峽兩岸道文化學術研討會 論文發表 由耳美舞的關注詞 羅欣展演道德養生功法 我感覺非常高興 因為我覺得我希望兩岸的多多交流 因為宗教的交流就是精神交流 有了精神的交流 然後對於民眾的心態 都會產生很大的作用 因為物質是無止盡的 因為精神可以控制 所以說 把精神和宗教的過多深層次的交流 對於兩個地方的發展 是比較有好處的 台灣我覺得要好一些 而且我說的比較實在的話 大陸還在奴隸當中 我覺得台灣比如說 在一瞬間 大陸還在奴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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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地方的重要性 我覺得總統應該 作為把道和德 應該加深 特別是在學校中 特別是在小學出動中 因為現在科技發展了 是吧 iPad手機那麼多 但人們不快樂的 而且人生之間交流幾乎沒有了 就像鴉片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把道應該傳過 更多的交流 實際就是我們大陸的孩子 應該更多的接受道路文化 本次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是 道文化與發揚作法文化 探索詮釋方法 強化理論深度宗旨 並從道文化的豐富內涵出發 深究學術與教育傳承的結合與推廣 十方天我會對我成立像高雄才能不老 休息一下 當我回來關心 否則共態 老無老 以吉人之老 幼無幼 以吉人之幼 十方法性 關懷弱勢族群 與照顧弱勢而同 以佛教因果融為 培養正確人生觀 殘陽倫理孝道 提升社會風氣 超越山頭 跨越派系 虛擬萬法環繞全球 堅持公平 公正包容的立場 以傳播任性魔法回擊院 十方法結位時 聖人求新不求活 凡人求活不求新 一起來看看今天的火焦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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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關災界祭三昧雪餐法會 十二月九號 在新田區文化劇場 八關災界祭彌陀寶寶餐法會 十二月十號 在台北市龍山佛中 零六二三三五五五三零 大慈山彌勒菩薩道場 胡坤法師傳授八關災界 十二月十號 在台南東光國小 電話零六二八三四四二五 入場時間上午八點以前 一百零七年水陸法會 劉心律法師主法 日期一百零七年三月四號到十號 地點在湖堤山極樂寺 電話零七七八三一四六六 圓榮佛學院招生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地點在平東縣內埔鄉中林村 聯通街六百號 電話0937699657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十方新聞 祝您身體健康 宿事順心如意 再見 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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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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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老婆少 面容很自强 还有万里小杀你 名词叫无果 老婆少和小杀你 全否若无名 知道为什么今天 我们要来读这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吗 今天是佛教的孝庆日 也是藏传佛教里 所谓的佛陀天降日 在这一天修法 和行圣的信徒 功德将会十亿倍的增加 我还不知道佛教有孝庆日 不是农历七月 就是孝庆日了吗 明历七月十五的云南盆节 主要是祭拜祖先超度王者 祈求一切平安的仪式 祈求过往的众生 早日离苦得了 我现在要跟你们说的孝庆日 则是佛陀上升到立天 为他的母亲讲经说法的史迹 我记得 师父以前有说过 佛陀为母亲说的法就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 没错 释迦摩耶佛出生后第七天 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就往生了 因为佛的威德 摩耶夫人往生到三十三天之 当立天称为天人 在佛即将摩耶盘之前 为了报答生母的身恩 特地以肉身飞升至当立天 为母书法 当释迦摩耶佛 命母亲摩耶夫人书法完毕后 再回到苏婆世界的那一天 就是佛陀天降日 也叫做孝亲日 或是孝子日 这步法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在藏传佛教历法里 九月十二日 就是佛陀天降日 这一天在西藏拉萨 私人会举办隆重的集会 向各地的佛寺 供奉布施 祈念环境 信徒百姓 也根据各自的财力 进行供奉 阶级穷人 同时秦成的朝佛 念经行善 求佛保佑 一切顺利吉祥 而且在整个九月里 每天如果能修持各种善业 免咒 行善 顶礼 供养 持戒 修持菩提心 与慈悲心等任何一种善法 得到的功德 都会十亿倍的增加 也就是说 只要念一次咒语 就能得到 念了十亿倍咒语的功德 十亿 够十百千 我只会算到千 十亿要算到哪里 师父 那关于佛陀天降日 有什么典故或是公案吗 关于佛陀上升当地天 为母亲说法的事迹 还有一个小故事 我要听 我要听 谁跟你说 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季 佛陀在圣卫国 与弟子们依照惯例 结下安居办到 佛陀对弟子们说 我今天将要到刀立天 运用这次结下安居的姻缘 为往生刀立天的母亲 开示佛法 佛陀一说完 便运用神通力 上到了刀立天 在刀立天上 佛陀在枝叶茂盛的大树下 为他的母亲 及刀立天无量的天人 也说妙法 现场的天人们 聆听着佛陀清静的法音 每一人的心中 都已领会佛陀所说的道理 佛陀见众人通达法理 于是便已重回苏婆世界 佛陀的弟子们 见到所敬爱的士宗 回到了自己的国度 以无比恭敬的心 赞叹着佛陀说 重宗的导师 明明里往生刀立天的母亲 及天人们 在结下的九十天中 演出真实妙法 成就他们通达法理的姻缘 真是慈悲无限 智慧无边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姻缘 无疑夫人 并生出您这样的圣人 还能听您佛陀 亲自为她开示佛法 解脱三界的烦恼吗 佛陀说道 我并不是只因此生 感悟母亲 报答恩德 在人生美事中 我就如此不断地回报亲恩 解除母亲的苦难 佛陀爷爷的妈妈 在这刀立天住很久吗 佛陀爷像我妈妈一样 去看佛陀爷爷吗 不过 佛陀爷爷的妈妈 在刀立天要专心休息 而且佛陀爷爷 已经是大智慧的绝者了 不需要妈妈再去看他了 很安 佛陀爷爷都不是妈妈 佛陀的行为 已经超越时间的五欲 做的是宣扬法音 对话众生的功德 就连自己这一世的母亲 也要感到欢喜 接着佛陀讲了一个小故事 给弟子们听 在一个大雪山的树林里 有一只霓猴王 带领一百只迷猴 在森林里找寻食物 当时有猎人架设了 猎捕猴群的陷阱 想要利用神网 来捏捕他们 猴群经过陷阱区 固然有许多猴子 不小心掉进了陷阱 挣扎着爬不起来 这时 猴民连连不断地 告诉陷入网中的猴群 你们不要害怕 我会破坏这神网 大家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救大家到安全的地方 于是猴王很勇敢地走向陷阱区 奋力地咬断了神网 然后指挥陷阱的猴群们 一只一只地 用跌落汗的方式爬出来 大家就这样 随着猴王的引导 逼脱离的明显 猴王好厉害 他就是拔一个毛 然后吹一吹 就变出很多小猴子 蛤 拔毛 海呦 雾光 你搞错了 那是美猴王生悟空 吹 目光真可爱 不一样吗 好了 不管了 快点 就在猴群里多久之后 又继续前进 这时候 有一只名记比较大的蓝武猴 因为背着一只明昱的小猴 不小心掉进了深沿边的一个坑洞里 这只老母猴就是猴王的妈妈 但是猴群们并没有注意到掉进陷阱中的老母猴 等到大家走到消息区时 才发现自己的母猴不见了 要赶快去救啊 不然猎人来救 就要被打走 猴王心里虽然担心 但是他表现出一副能为不乱的样子 带着几只年轻的猴群们连路找寻 终于发现在坑洞中的母亲 这时候猴王又应用他的智慧 让猴群们互相抓住一半 同心协力地往深坑中延伸 而自己更是侵入坑中 将母亲拉救出来 戒除了危机 我就知道猴王一定会很勇敢的去救妈妈的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佛陀告诉弟子们 其实这只猴王就是过去生的我 过去不是母亲出离深坑的苦难 而今天我这当地天为母亲说法 更是解脱了母亲 轮回三月道的苦难 佛陀更慈悲地告诉在座的美女弟子 教主父母处理种种苦难 用无比的大功德 我从过去到现在 为母亲除去苦难 所以生生世世 感觉无苦难的果报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孝顺父母 我很孝顺 我现在要说 我带我送花给满满 你这个小子 那个康满星是我给你的吧 我们说孝顺孝顺 孝顺不只是对父母尽孝 也要福顺父母的心意 来 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去大疗 看看您师兄们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啊 最后应该已经十分难 嘿哦嘿哦 嘿呦嘿哦 嘿嘿唷 sticky onع ingo 让我们一起分地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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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我的头来拍摆头 拍到我的头来拍摆头 摔上我的手来摔摔手 摔上我的手来摔摔手 从从我的肩来送上肩 从从我的肩来送上肩 张开双手深呼吸 拍到我的脚来拍摆脚 拍到我的脚来拍摆脚 从从我的脚来分一段 摔摔我的脚来分一段 摔摔我的腰来扭一扭 摔摔我的腰来扭一扭 张开双手深呼吸 十方法切卫视 适合全家人观赏 小莲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呢 没去找五官玩吗 我没有 怎么了 师父可以坐下吗 可以 心情不好吗 要不要聊一聊 我 这 怎么了 不哭不哭 告诉师父 发生什么事呢 好不好 我 我分手了 哦 这样啊 好难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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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就发泄出来吧 师父 对不起了 我控制不住情绪 那就让情绪 虚泄吧 哭完后 师父跟你说个故事好吗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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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要说什么故事啊 心境由人转 总是会有好事发生的 多看看这世界上的美好事物 你会发现自己是幸运的 这故事是一个叫盘提他的年轻僧侣 他在出家后的第八天 跟着舍利弗 一起去化园 走在半路上 看见了 盘提他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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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利弗 尊者 没有正会的水 能够随意的被人倒引到任何地方吗 盘提他就问 盘提他就问 盘提他就问他 水可以被倒引到任何地方 然后他们继续上路 后来盘提他又看见这座弓箭的人 用火烧竹子 让竹子做的弓可以变得更笔直 他也看见木匠切割 毫平树木拿来做车轮 看到这些 盘提他心中开始想着 如果没有智慧的水 可以被人导引到任何地方 没有智慧而且弯曲的竹钻 可以被拉直 没有智慧的木头 也可以做成有用的东西 那有没有智慧的我 你能无法控制我的内心 心形清静至关呢 经过这段思考后 他当下向舍利佛请求 要返回金社禅座 舍利佛也答应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盘提他深深的禅心静思 朱天神也感受到他的虔诚意志 让金社周围环境保持年纪 协助他禅心 没多久后 盘提他就挣得了三果 啊 三果 在阿含经上告诉我们 从里入苦极灭道 四地空性真理的修行者 最初获得的修行果位 是初果 虚陀还 正当初果的人 已经不受欲见 恶道 夜恨的引用 不会在坠入三恶道中 轮转受苦 那到了二果 司陀寒 则是把初果阶段 没有断干净的贪臣吃三毒 彻底断尽 不仅深剑 剑曲 仪 三截断尽 并且已经将与日界相应的 贪臣吃烦恼的鱼席心影 断除得非常非常微薄了 接下来就是三果了 因为出国与二国 人的欲爱还没有断 还没有能力解脱于日界 仍然会往返人间 要从证得三果之后 才算是真有的圣人 在书上说 三果人 好像是一只射出去的剑 它直接射向于解脱 不会再回头了 所以三果人 叫做不还果 三果人 要把所有的欲和爱都断除吗 这一点好难 我看您真出国 我都要花好几年了吧 那可不一定 你知道故事里的盘提他 花了多久 证得三果吗 不知道 八天 八天 真的假的吗 就在盘提他 证得三果不久 佛陀透过神通 得证这件事 可是却也看见了 花园回来的圣里佛 正要往盘提他的房间走 佛陀知道 盘提他 只要继续禅修下去 马上就可以 证得阿罗汉国 所以佛陀决定 不要让圣里佛 去打扰盘提他禅修 佛陀特意走到盘提他的房间口 询问圣里佛一些问题 让圣里佛无法进入房间 就这样 盘提他 证得了阿罗汉国 这一天 是他出家的第八天 小脸 师父没硬谈过恋爱 但是仍然记得 在出家前 曾经对隔壁的大姐姐 有仰慕之情 那是一种崇拜 看到他 就会有好心情的感受 我还记得 在要去寺院的那天早上 我还特地经过大姐姐的家 想看看她在不在 想跟她说声再见 原来师父 你哪有这一段同龄往事啊 小脸 你还很年轻 以后你的生命中 会遇到不同的人 有的是来报恩 有的是来讨功多 行行色色啊 你要学习 怎么样去面对这一切 当缘分来临时 我们接受它 真常地去对待当下 与我们结缘的人 当缘分散去 我们应对它 道别之后 收拾起自己的情绪 再满怀希望的 迎接望后的人生 千万不要停在原地 伤感 哀叹 只会消磨自己的意志 好 好吧 可是没事 师父陪你坐一下 要到了 到了 小蜂 小蜂 小蜂姐姐 你们在这里哦 怎么了 小蜂 你看 有蜂蜂哎 很小很小的 这不是蜂 这是浮游 浮游 那是什么 小蜂姐姐你听过吗 浮游啊 是一种水生昆虫 它在还没有长大前 就是长这个样子 在水里 会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成长 等我长大了 就爬出水面 进行交配 但是啊 长大后的浮游 生命只有一到三天 真的可以说是 张生木死物 浮游 只能活一天哦 浮游啊 你从哪里往来 这个小家伙呢 在水池里啊 我去问小乖乖 就看到水面 像一圈蜂蜂在动 小蜂 你看看浮游 这么天真可爱 我想到一个浮游的故事 刚好说给你们听 浮游也有故事啊 当然有啊 成长后的浮游 一出而生 越落而亡 同一天 经历了生与死 有一位先生 往次路过一处水池 看见一只浮游 大排天地 在石头边哭泣 先生就问浮游 你为什么哭呢 浮游悲声地回答 妻子过世了 刚刚来到了他 我想起过去的情分 很难过 先生听完大笑着说 你招生细死 寿命不过一天而已 那来的往事可以注意啊 更何况现在已经中午了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还去怀念别人呢 浮游不吭声 反而哭得更悲伤了 这个先生嘴巴好坏哦 没有同情心 先生继续往前走了几里路 心里疼一直思考着 刚才和浮游的对话 感叹地说道 虽然是我半天的时光 对浮游来说 却是他半生的岁月 真是心酸啊 他竟然用了半生的时光 来告练逝去的妻子 等到天色变暗 先生再经过水池边 看见那只浮游 已经死了 哇 好可怜啊 所以啊 面对一件伤心事 有的人选择用很长的时间怀念 哀伤 却也有人大哭一场后 笑着转身继续往前进 两种选择没有对错 就看个人怎么想了 比起浮游短暂的一生 那么人实在是很幸运的 嗯 哎 武功 我们去把小家伙放回水里吧 让他安心的长大 好 小人姐姐 你帮我来吗 我等一下再去找你们啊 哦 走吧 嗯 嗯 老和尚里 小人 老和尚里